高雄武隆山凤山市全体委员 在主委书方南带领之下 来到花莲市公所捐赠了一批爱心物资 市长温家燕表示 感谢信众大德慷慨捐助 这批物资会透过食物银行 来帮助更多弱势族群 中原普渡过后 高雄武隆山凤山市全体委员 在主委书方南的带领下 集结信众大德爱心 透过全台巡回捐赠 跨足嘉义云林宜兰 并在日迁抵达花莲市 展现公益部分地域 爱心无论远近的精神 是十方善信所捐出来 我们庙方族待老而已 花莲市有四个地方 大家都在秀林相比较多 我们到实地观察 就是他们了解他们的收容 有多少人 有没有事实在这个需要的东西 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 捐赠物资内容 包括民生必需品 如白米 沙拉油 干粮和卫生纸 这些物资将会直接进到爱花莲食物银行 市长维嘉宴除了感谢信众大德的慷慨捐助 也颁证感谢壮 那刚刚也知道 主委有说 他也是全国有需要的县市 他都会去走访 那今天特别特别的再一次的感谢苏主委 以及吴公主的给我们物资 那物资我们会放在食物银行 也请有需要的人可以来到食物银行 做一个登记 做一个领取 市长维嘉燕表示 施工所非常乐于成为社会公益的平台 欢迎三星人士 企业社团都可以洽询华联市公所社劳客 来一起做爱心 记者徐立芹 华联市报导